你只需要躺在那裡 把手放在那裡 雙手擺頭上 用最快速度趴下著掩護 這是耶路撒冷居民 聽見空襲警報的日常 最好是躺在那裡 不躺在那裡 不躺在那裡 我們應該不躺在那裡 或躺在窗外 就停在那裡 儘管耶路撒冷是猶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三大宗教的聖城 卻同樣面臨著空襲威脅 這也因為是舊城充滿古蹟 不是每一間房子 都能夠往下挖 防空洞設備 不少人遇上空襲警報 只能逃到公共區域的防空洞 或者就地趴下 擁護自己 幾天後 我們也有些警告 不過一星期 我們沒有有任何警告 我們住在一區 有很多穆斯林人 最多都是很好的人 我有很多穆斯林人 但是你還會聽到很多 現在很危險 民眾對於空襲反應不同 而在知名景點枯牆 有大量以色列猶太人在禱告 在出現攻擊之後 人數更多 西牆也被稱作為枯牆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 在哈馬斯的攻擊發生之後 當地人就告訴我們 有非常多的猶太人 會特別來到枯牆 這裡希望可以尋求 心靈上的慰藉 鏡頭轉到馬哈尼耶 胡達市場 當地人也會來採買 TVVS特派記者走訪現場 至今女兵50多結伴吃飯 被徵召的軍人 也趁著收假期間 倒置收席和採購 畢竟衝突還在持續 隨時得回到軍營備戰 TV新聞綜合報導